陶丽夏说,享受孤独却不绝寂寞,可要达到这种境界,徐修欣,当今社会浮躁之风一浪高一浪,但对生命始终赤诚,只有沉浸在文字之中,才会一眼入心,致了心绪,用心表达却一直没能找到的语句,这夏日的一阵清风,吹来优美的句子,窗外的雨下的甜甜的,有一丝苦涩,暗和新门,鸟鸣和缠声从新门的缝隙里抖落一两粒粮,把网刃的烦躁闷热抖散了,薄音的天,简而明亮,风歇在 一把,地处晶莹的雨珠,趁着雨时消歇,耐不住寂寞的妻子,同他们开心群追逐笑闹,在广场拍抖音,热闹了起来,人声,车声,秒鸣声混杂成一曲,交响乐,尘世永远热气腾腾,想屏蔽掉众多杂踏之音,只留下清悦的鸟鸣和裹着草木香的风声,坐在电脑前,看远处临刺之笔的楼宇,看云后树木欣然低脆的绿衣,看一只燕子穿云而去,看木槿紫色的躲,阴染出一团 梦幻般的迷离,万物各得其所,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,我沉浸爱的细小作品里,并以此质疑生活的狼藉与疲惫,那些文艺圈护粉扼杀了生活中的眉,总有些是真的感觉,不堪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那作品中爱全是胡编乱造,虚情假意,难以让人接纳许多事,我掌控不了,且无能无力,不如放手退出此群,让时间去考验,真正能流传下来的能有几天,若终究无法改变,就顺其自然,他们搞他们的,我写我的,总不算虚度,从不收望 成名成家,即使想,也得听,不经一番寒撤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,六年后,我去玛丽坡老山烈士陵园,本只是想放松心情,没想到在这儿又遇见了瑶瑶,他虽然说了一些,可还是那般美丽,六年前我们在老山前线的病房中邂逅,从陌生人到恋人,这段奇妙的旅程,让我一生难忘,当时的甜蜜更是让我感慨命运的奇妙,我感谢老天赐给我一个心灵善良的美人,可,我这个老山前线,用命换来的黑虎牌侦查牌长,三十岁,左腿至� 独自一人生活多年,在水泥场第一个受羊场掌厚爱,要我光荣下岗,生活索逼,在人间摸爬滚打,登过人力三轮,当过保安,扫过大街,干活劳累,单调乏味,也能承受可精神压力使我,我在想这座历史悠久的美丽文明县城,怎么总是有人给我过不去,骂我烂脖子,我知道世道变了,他们心中是刘德华,张学友,李连杰,而我这个独角非影响世荣,可不管怎样,作为一个党员,要不忘初心,牢记历史使命,为建设家乡云水做出贡� 记得退伍那天,到达家乡云水,天公作美,阳光明媚,我住在一家古色古香的豪华宾馆,地方政府领导,民政局长的亲切关怀,使我深受感动,我从怀中套出金光闪闪的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等功勋章,站在楼顶打算好好体验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,第二天,我去了云风寺,人潮涌动中,我漫无目的地游走,欣赏这几年没看的周围景色,站在一气零零多年古真南树下,突然,一个清脆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方拍掌可以帮我拍 我回头看见这个漂亮的姑娘,身穿白色连衣裙,笑容温暖,我问她,你怎么认识我,她笑了笑说,哎呀,我在小鱼小鱼解放军日报大鱼大鱼上,见到你这英雄的光辉形象吗,你叫方浩,我还给你写过信里,我怎么不知道,我感到惊讶,问,她叫周静,23岁,是广西人,我愣了一下,然后微笑着答应了她的请求,拍完照片,我们闲聊了几句,竟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,她邀请我一起逛完大殿,我欣然接受陪她几天,第二天上龙舱沟,我们� 她几乎形影不离,周静式的热情开朗的姑娘,对我们54军与13军都了如指掌,每次停下来,她都会给我讲老山前线的战斗事迹,她的声音甜美,让人心旷神怡,我逐渐发现,自己被她吸引,不只是因为我的英俊,还有我的谈吐,富有诗意,更重要的是军人的英雄气概,在那崇拜英雄年代而惊变了,可她,我们一起在天生桥散步,看夜色中的鸽子花,在月光下倒映在水面上,那天晚上,我们聊了很多,从生活到梦想,从过去到末来,大多谈得 军人方便意识,周静的坦诚和善良,让我深深感动,我感觉自己似乎重新找回了青春的悸动,我认不着突然问她,周静,你觉得云水怎么样,她笑着说,云水很好,但更好的是云云见了你,我愣了一下,心里想,难道她不知我是个脖子,然后我又笑了,看见她眼中闪过一丝羞涩,我心跳加速,感到彼此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很多,可我不能瞒住她,她要回广西的最后一天,我带她上了牛背山,我们一起爬山,看日出,看云海,看日照金山,在山顶, 微风拂面,我鼓起勇气,牵住了她的手,说,周静,咱俩不合适,我,我,我是个脖子,说到这儿,我差点哭出声,她没有拒绝,而是紧紧握住我的手,笑容中带着一丝甜蜜,她说,脖子怎么,我喜欢,听她这番话,我心里充满了喜悦,仿佛找到了失落多年的幸福,我告诉她,再不对一段恋爱,后来退伍回家,一直独自生活,而我也坦白了自己的单身生活,再拉人力三轮车,她说六年前, 我方号名字一直刻在她心里,她觉得这次相遇是一种缘分,是云风似菩萨显灵,临别前的那天上午十点,我把她送到双流机场,她依依不舍地告别,她问我,方号,我们还能再见面吗,我点点头,当然可以,云水永远欢迎你,回到家后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每天想着她,回忆着在一起的一些事,我希望她的话是真的,方号你好狠心,回了家竟忘了我,你知道我给你写了多少封信, 我每月血,我每月血,可你这混蛋却,摇摇她说着说着大哭起来,我退伍都是为了你,你同王团长才般配,她有权有势,我方号是个没用的脖子,她听我这么一说更加活气,从地上抓起一根竹竿打着我,打,打,拼命打,打死了好,我也活够了,我弯下身由她打,她边打边说,打死你这个骗子,你早有周静,可还瞒着我,你同她才般配,为啥还欺骗我,谁是周静,别装了她从包内取出几封信,又嚷又闹,通过这段经历,我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, 爱情需要勇气和坚持,只有用心去经营,才能收获真正的幸福,虽然王团长曾喜欢过她,但她的出现,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,可我,让她闹够,我从怀中掏出钟华烟点在罗强幕前说,强野子,过来看你来了,你娃说说话呀,你爱抽的大钟华,我给你点燃了,你,你陪哥说说话吗,我把头顶在罗强石碑上哭了起来,妖妖夫在罗强幕前哭得更加伤心,她说,兄弟你,你走了这么多年,每年姐都来看你,让你再背背我,可她把香水摆合, 放在罗强杯前又说,记得吗,高中军训时,你对我说,这生理想捅我一样,当兵上前线,那天我跳木马扭伤了脚,你背着我,咱俩唱着小鱼小鱼当兵的人大鱼大鱼,我好高兴啊,仿佛走进军营,可今天你去睡在这麻利坡,王团长把妖妖叫到团部办公室,隔好一会才说,妖妖,我知道你喜欢方号,喜欢就喜欢吗,大胆点,这小子不错,打仗勇敢能说会鞋,让他回地方发挥,施展才华, 可听赵军长说,这小子被常领导革命了,妈的,整来拉三轮,哎,同是一片蓝天,这地方正复杂搞其哉,不说了,妖妖你表个态,愿意同方号,你不好说点个头也行,王团长走到妖妖身前,怎么了,妖妖脸一红,点了下头,扭身奔出办公室,王团长望着妖妖远去的背影,叹了口气,这小鬼霸一见军结,方号非常激动, 一大早就在云水大酒店预定八桌,把中越反击站幸存的战友及其家属全通知,下午六点不见不散,8月6日,方号出前包了两架大巴车,把他们拉到昆明,宴请大家吃他同瑶瑶的结婚喜酒,这时他又想起罗强,要是他还在,这次得让他做伴郎,三个月后,他由赵军长与王团长出面调回昆明一家企业,第三年,他同瑶瑶八一战友,在家乡云水聚会,瑶瑶抱着刚满两岁的孩子给大家敬酒,方号战友为国接过瑶瑶手中孩子问瑶 瑶瑶,嫂子,她叫什么名字,瑶瑶回答,叫方兵,大家一起笑了起来说,还想当兵穿军装,落在夏天的雨,清凉凉的,又使我想起的往昔,1979年2月中越自卫反击站中,我和瑶瑶的爱情故事重新燃起